埃米A16 如果换成奈米就是1.6奈米 大家可能心中有个小问号 之前不是讲1.4奈米吗 为什么出现一个1.6呢 这中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当然最重要的是台积电 现在技术有没有继续保持领先 保持领先之外 谁是未来埃米16的客户 这个更重要 这些就要问取博了 因为我们还在了解奈米的时候 就出现了埃米 到底要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们之前常常讲2奈米的竞争 可是现在变成1.6奈米 我记得以前叫做1.4 为什么现在叫1.6 可能您要告诉我一下 那到底跟这个相关的供应链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联想 所以我简单讲一下 这个A就是Nstrom 就是埃米的意思 实际上一个埃米就是0.1奈米 所以A16就相当于是1.6奈米制成 那实际上这个数字呢 以前都是乘以0.7 乘以0.7在缩小 所以照理说2奈米再来乘以0.7 应该就是1.4奈米 可是实际上这个数字 现在都是随便厂商叫的 所以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商品名称 各位也不用太介意 所以觉得比较吉利是不是 不要有事 台积电可能也会有14A A14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那我想最重要的还是 这一波其实消费性电子状况都不好 手机就不好 可是AIA确实非常好 这跟我们之前预估的完全一样 所以你看这个Amazon最近的股价表现也不错 其实它就是人工智慧 那再来就是高通 这个手机相关 因为过去这一季两季状况都不好 台积电之前的法说会也说 他们第一季的3奈米是衰退的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3奈米主要就是手机在用 AI都不是用3奈米 AI用的是4奈米跟5奈米 所以过去不好 那就代表未来会慢慢改善 所以其实状况就变好 重点还是在人工智慧 因为将来手机会把人工智慧放进去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终端人工智慧 推论的运算放在手机 放在笔电 那么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 它就可以立刻回复 这是未来的趋势 那苹果当然明天要公告 那我可能状况也不会好 可是搞不好未来会好 对 不过苹果它在AI方面的进度相对是落后 所以还要观察 好 你倒提醒我们了 其实Amazon跟高通 他们财报出来的时候 市场反应是对的 好的哦 是 那再来就谈到台积电 那这一次台积电北美技术论坛 特别提到这个1.6奈米 就是A16的技术 那这个技术目前的进度 我这边帮各位整理出来 好 我看一下 台积电目前A16的进度 大概是在2026年量产 那它使用了这个叫超级电轨 这个我们待会再解释 那同样类似的技术呢 在Intel他们其实也已经宣称 要用在20A跟18A 所以它用得更早 那预计量产的时间是2025年 所以其实Intel是虎视眈眈 一直想要超前台积电 可是我们是16它是20啊 对 制程稍微落后 但是技术是类似 它称为电源金属柱 叫PowerVR 这是类似的技术 好 我们把它摆起来比 那三星的类似技术要用在 SF2P这个制程 是2026年量产 所以跟台积电差不多 它叫做金贝供电网路 BSPDN 所以这都是类似的技术 那我要特别强调 虽然Intel号称它会率先使用这个技术 但是其实这个20A跟18A的制程 其实没有想象的这么先进 所以相比之下 制程并没有更先进 那第二个重点是 Intel现在其实也没有产能帮人家代工 所以我想台积电未来三到五年 至少三年的时间 所有的这些代工的晶片 还是都会落到台积电 所以它的业绩还是会很好 三星呢 三星之前讲过 对不对 三奈米已经miss掉了吗 那有没有可能弯道超车 我觉得不要去讲弯道超车 它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要想办法赶快把良率调整 好 所以目前看起来 就是收拾客户的信心 重拾客户的信心 那我们稍微讲一下 这个台积电这一次发表AI技术的演进 在2020年以前 人工智慧主要都做影像处理相关的模型 那这种模型比较小 所以它对于这个训练所需要的运算力 还有晶片的电晶体数目 相对而言的成长没有那么明显 到了2020年以后 整个人工智慧就转向 所谓的深层式人工智慧 我们之前介绍 这个用所谓的大型语言模型 那大型语言模型基本上呢 它对于运算力的要求 还有对于这个晶片的这个电晶体数目 是爆发性的成长 所以呢就爆发性的成长 就是绿色这条线 那台积电就整理了 它帮挥达代工 这个是V100大概是210亿个电晶体 然后呢350瓦增加到A100 我想各位这个名词都听过 这个540亿个电晶体400瓦 又爆增到H100是800亿个电晶体700瓦 然后再增加到这个B100跟B200 这个是2000亿个电晶体1200瓦 所以这里面马上暗示各位 就是那个先进封装 越低堆那个晶片越多 然后呢它的这一个功耗 是越来越成长 而且爆发从700变1200 所以散热就变得很重要 好散热变得很重要 刚才我们的新南股城也说 散热很重要 这个就变得没办法 然后从气能变成水能 这个是一定要 是 那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主要就是在讲A16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从它的7奈米到5奈米 到4奈米3奈米 目前这个3奈米 主要都是刚刚说手机在用 那真正伺服器用的 都还是5奈米跟4奈米 但是还是会推进 所以将来这个 这些伺服器用的晶片 还是会用3奈米 但是这个可能会落在明后年 明后年 才会有业绩开出来 那2奈米的制程 就是用所谓的 奈米片电晶体 这我们介绍过 包含A16 这个A16呢 大概会落在2026年 到2027年 那用的就是这个 所谓超级电源轨道 这个称为SPR 又称为金贝供电网路 BSPDN 所以每一间公司的技术都差不多 另外台积电呢 除了高阶产品之外 它还有一个所谓的主力产品 主力产品就是比较偏成熟制程 是 那台积电它实际上 主力产品也慢慢用先进制程去取代 是 所以你看它推12奈米的制程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推6奈米跟4奈米 所以简单的说 用先进制程 它已经很成熟良率高的先进制程 去取代成熟制程 这样就可以让那个晶片缩小 那成本就可以降低 这个是台积电竞争力的来源 因为相对这种 对其他竞争对手还在开发当中 还不是那么成熟的先进制程 它已经很成熟 因为电源线都比较粗 600微米 600微米你没感觉 一根头发是100微米 600微米就是六根头发 六根头发的厚度 电晶体是长在这个细晶片上 但是电晶体其实大概只有100奈米左右的厚度 所以其实一点点而已 那再来这个多层导线 这个金属导线是把电晶体串起来的 它主要有讯号线比较细 跟电源线比较粗 你们看到这个蓝色的实际上是绝缘体 就是塑胶 是塑胶的材料 那大概就1000奈米左右 大概的厚度 那问题就来了 当你这个电晶体缩小的时候 这个导线就会靠近 所以你在绕线的时候就变得很困难 因为线就会卡来卡去 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把这个 电源线扳到晶片的背面 这是背面 这个是电晶体的正面 这个是电晶体的背面 所以是把正面扳到背面 好 有点反过来了 清一下 好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 那这个就是所谓晶背供电 那它要怎么做呢 它的难度其实很高 这个听起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 你上次有讲过一次 对 所以它的做法是这样 首先你要先拿细晶片 然后在上面涨这个电晶体 100奈米 对 接下来呢 要涨这个讯号线 大概50奈米 500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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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完之后呢 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要用强力胶把它贴到另外一个细晶片上 这个我们称为承载晶圆 所以用另外一个晶圆 用强力胶把它从这个地方贴上去 贴上去贴起来很简单 贴上去贴起来很简单 接下来就不简单了 贴完之后为什么要贴呢 因为接下来要把刚刚下面 我刚刚说有60万奈米的这个厚度的晶圆整个磨掉 所以你要用什么 要用钻石碟磨掉 钻石碟 中砂 要用钻石碟把它整个后面这个晶圆整个磨掉 磨完之后呢 剩下大概100奈米的电晶体露出来 这个就是晶片的背面 那磨完之后呢 再把这个晶片翻过来 在表面再做这个电源线 大概是500奈米 所以这个里面就牵扯到一些东西 譬如说可能就需要一个承载晶圆 这个承载晶圆可以用回收的晶圆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把它磨薄 那么磨薄的时候就需要刚刚说的钻石碟 还有化学机械研磨这种相关的东西 那另外就是晶片磨薄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需要一些相关的化学品 所以这个就是金贝供电技术 是 等于它有相当多的供应链 在这个16奈米的时候 16奈米的时候 那这一次台积电的北美技术论坛 另外还介绍了这一个未来一个 第二个重要的技术 就是我们也讲过的 就是细光子的技术 细光子 所以这是一个先进封装的示意图 第一个重点是记忆体 这个记忆体是高效能记忆体 所以是HBM 它本身是垂直堆叠很多片 这是示意图 第二个重点是处理器本身也要垂直堆叠 这种技术在台积电叫做SOIC 叫系统整合晶片 但是各位要记得 这个记忆体现在可以跌到8片或12片 但是处理器不行 处理器它这个图子画了两成 因为处理器跌太多会有散热的问题 又是散热 是散热问题 然后再来最后中间这一个是所谓的中介板 那这个中介板可以是用细晶片 也可以是用所谓这个塑胶类的中介板 这个也都可以 那最重要还是最后要放到载板上 所以ABF载板这个东西将来一定是越来越大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这个里面呢 为了要做匹配 所以它还需要一些被动元件 所以它里面会有需要这个电容 这就是被动元件 这个称为整合式的被动元件 那另外因为需要供电 所以需要这个稳压器 这个稳压器就是供电用 那更重要的就是细光子 所以右边这个是细光子 所以简单的说这些晶片的电讯号 透过它转换成光讯号出去 所以这个就是光线 那最后我们简单看一下 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相关的厂商 那当然先进封装很重要 细光子是一个 然后再来是记忆体 还有就是载板 然后再来就是电源管理 刚刚有说 散热肯定很重要 而且从气冷变易冷 那再来就是先进的材料 刚刚说研磨啦 还有一些设备啦 封装的设备等等 还有设备 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设备 所以这边大概都列出来了 但是首先这个封装 像台积电视月光测试 这个钻石碟刚刚都说过 光照盒 是 晶圆的这个相关的先进封装设备 这三家大家都知道 对 探针卡 还有载板 这个PCB跟这个 细致材相关的 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 这些公司有一些本益比都很高 所以还是要留意 这个有些都有点过头了 我必须老实说 那右边大概就是这个细光子的垒金 是 那台积电不用说 它本来就是主角 它里面的主角 那另外就是细光子 有很多光收发模组 我想这些公司各位常常看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这里面呢 有一些是做光通收发模组 是 它不是做细光子 还没有能力做到细光子 或量产细光子 对 所以这种公司刚好颠倒过来 它的模组是要被取代掉 所以要特别小心 这个还需要一个一个去讨论 那再来就是散热气能 易能 还有电源管理 是 大概是这样 好 曲伯之前在博士的实验室里面 就是做细光子的研究 对我们实验室 这次我有点搞不懂的是 好像在回答的 它的新品发表大会上 有点让细光子有点吃瘪 就他们都集体下跌 但台电又说 2026年会把细光子的封装技术给完备 所以它没有复活 所以现在我们到底看细光子族群 就像您讲的 可能要找里面 真正有能力出货细光子的吗 对我必须老实说 目前细光子的核心技术 都是在国外的厂商手中 是 台湾这些厂商 实际上做的都是一些 不重要的边边 是 就算单道边也是边边 是 那有一些甚至是做 传统光通讯模组 所以是要被取代掉 被取代是要强调的件事 那但不管怎么说 细光子是确定的 那这个回答它没有特别强调 但是不管怎么说 因为先进封装的晶片堆起来之后 晶片跟晶片之间的通讯 速度就变成瓶颈 那解决的方法之一 就是用光来做传输 这个趋势是确定的 只是这个时间会拉得很长 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好 等于是说 有一些确定有这些订单 但股价 大家要评估一下 涨好几倍了 粉一碟很高 那细光子族群 因为曲伯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 一定要注意 未来他们的技术走向 要个别看他们的技术 有没有真的跟上西光子 好 这边非常谢谢曲伯 好 好 好